在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的枪支生产基地 范芳梅戴上白手套 像问候老朋友一样 擦拭着这支85式7.62毫米口径的狙击步枪 这是模仿苏德拉·戈诺夫的 7.62毫米半自动狙击步枪研制而成的 1985年 这支高精度狙击步枪在这个兵工厂定型生产 这个精度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那个显速的提高 所以当时的部队还是很广受欢迎的 按照统计 近代战争用一般的步兵武器 击毙一名对手 平均需要消耗2000发子弹 而使用狙击步枪 则只需要消耗1.7发子弹 共和国的军事装备 在70年代末 就开始着手自主研制开发 自己的高精度狙击步枪 范芳梅手中的这支步枪 800米内可以准确击中目标 是20年前中国开始出口的第一支狙击步枪 2009年国际狙击大赛 中国选手使用国产7.62毫米口径狙击步枪参加比赛 令人意外的是 由于枪支的精度不够 中国选手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了 一个大国还是拿着仿的枪出去 我认为确实对我们当时确实是一个 什么一个说 主动很大吧 比赛失利的消息 深深刺痛了范芳梅 当时我们听了以后 一定要把这个枪要做出来 一定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把它做出来 衡量一款狙击步枪的精准度 国际上通常使用的指标是角分 如果射手所持狙击步枪精度为一角分 则意味着 该枪在100码距离上的射弹散步直径为2.9厘米 而我国仿制的这款85式7.62毫米狙击步枪 在100码内的精度水平只有3至5角分 而国外狙击步枪却能达到一角分 远远超出中国狙击步枪的精度 2009年 范芳梅担任狙击步枪项目负责人 这位爱枪胜过爱口红的女设计师 开始查阅85式7.62毫米狙击步枪 研制阶段的资料和试验数据 收集国内外狙击步枪发展动态 凭借女性独有的敏锐 终于找出了这款步枪精度不够的内在原因 半自动装填方式 让步枪在射击过程中存在运动 而枪 弹 瞄准镜也没有匹配设计 弹的情况 人员的情况 然后本身我枪的情况 我都要非常了解 我在这种大量的那个 实力数据统计分析的时候 我才能有一个 得出一个比较相对正确的结论 今天 范芳梅正在和枪支装配工黄健 一起矫正枪管 她的右眼直勾勾的盯着枪管 用阴影法判断枪管的精度 每个枪管的线堂内都刻有阴线和阳线 当光源穿过的时候 两条线必须同心 才能保证子弹飞行的稳定性 眼睛观看 要心啊 要胆大 心细 21岁就在兵工厂上班 黄健跟着父亲学枪支装配 如今 父亲已经退休 而他也成长为这家兵工厂的首席枪支装配工 经黄健的首装配的枪已经多达几万支 一支7.62毫米的高精狙击步枪 总共有100多个零部件 大到枪管 小到一个螺丝 每个零件的安装都会影响枪支的射击精度 就拿这枚25毫米M6型号的螺丝来说 它是用来连接枪身与枪托的 黄健需要用内六方扳手拧14下将它定位完成 两个螺丁要同时把它拉紧 如果不同时拉紧的话 这会造成这个枪左右或者前后裙歇 就保证不了这个枪管的精度 千分之十毫米是高精度狙击步枪 组装允许的最大误差 而经黄健之手组装而成的枪支 误差不超过千分之二毫米 这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三十分之一 我手的枪 我手是每一支枪 我手用了心去做的 每一支枪我都想把它做得更好 这里是枪支动态测试实验室 每一支步枪装配完毕后 都要拿到这里进行室内射击试验 要想达到国际标准 这支高精狙击步枪就要在一百码距离内 连续三发子弹击中不大于一元钱的硬币 然而这一次试验并没有达到范芳梅想要的效果 游望的情况下 然后突然给我们那个就是当头一棒 然后那个精度突然变差了 有一点很失败的那个感觉 因为实际上当时我们 通过很多时间 我们都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接近这个目标了 然后突然一下就 又把我们打到那个谷底 问题最终出在了枪管的弹道上 看似简单的一支步枪 其实是军工制造最尖端的一项技术 试验的失败 使得范芳梅只能带领团队 重新在四百余根枪管 八万余发子弹 八万多个试验数据中 重新设计这支步枪的枪管内堂 枪 弹 镜子 我们都是真的是摸到石头构合 我们都是在通过不断的那个 就是工程实践 工程研制 通过实验来找出它的那个 对我们精度影响的这些因素 这些参数然后去控制它 优化后的7.62毫米口径 高精狙击步枪 能不能达到国际精度标准呢 今天 范芳梅要带领设计人员 一起去进行户外打靶试验 范芳梅摒气凝神地观望着观靶镜 帮助设计手做最后的准备 百米开外 三发子弹连续击中靶心 这次打靶成绩达到0.5脚分的国际精度先进水平 2012年7月27日 中国代表队第一次带着这支国产7.62毫米高精狙击步枪 在哈萨克斯坦参加了国际特种狙击手比赛 两个小组以绝对优势分获总分第一名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对于比赛来说这仅仅是一场胜负 但对于中国军工制造来说 这却是工业制造水平的巨大进步